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强调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卿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在继二十大对教育 科技 人才进行专张部署后 由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中国式现代化是三宗全会的核心主题 科技创新靠人才 人才培养靠教育 教育 科技 人才三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这次三宗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 决定强调实施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 长期关注香港与内地科创教育合作交流的吴宏伟 是全国政协委员 同时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副校长 他认为三宗全会既是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亦都为香港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动力 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它教育资源和国际化的优势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其实对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和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香港八大院校之中 有五间所谓全球一百名之内的大学 所以我们在教育方面 绝对绝对是有能力做得好 如果我们说你能够开始的时候 吸引一带一路的学生 一带一路的学生 只是东南亚有四个国家加上 已经有六千五百万华人的家庭 我记得我做研究生副院长的时候 去招生的时候 那些家长跟我说 他说他们想送他的儿子来香港读大学 然后进中国大陆做生意 吴宏伟又指 吸引人才是短期策略 长远来说 更加需要培育有中国心的人才 抢人才, 培养人才 但是抢人才只是短暂的 你今天可以抢得他来 第二个地方给好条件 他就抢得他走 他不会有心 爱香港, 爱大陆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心 所以我们培养人才才是长远的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觉得要在香港培养 有中国心, 讲好中国故事的 最好是外国人 将来我们的发展就可以 所以不单止在香港 和他在大陆也可以走出去 吴宏伟不单止曾提出 成立香港与中西部大学联盟 还强调科技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建议参考故宫文化博物馆模式 在香港建设国家级的科技馆 今年我们在政府政协提案 建立一个在香港综合的科技馆 是要国家级的 甚至世界级的展览馆 其实它借助香港故宫的概念 我去过北京 参观过北京的科技馆 真是非常震撼 但是我们香港包括大湾区 是没有一个大型综合的展馆 就是科技 从古代的发明 四大发明 到今至今日上太空 是没有这件事的 既然我们要教育 那你要让中学生、大学生 去看实物 比你在上課更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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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